嗨,大家好,我是章一德 我目前是一位自由接岸的3D概念设计师 这部影片我会使用布料模拟软件 Marvelous Designer 来大概讲解一下我在制作一些布料和衣服的流程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它跟我们上一集讲到的Dark Studio一样 在官方网站上也有商店在贩售已经制作好的衣服模板 可供下载购买来使用 不过这边都是官方制作的 所以衣服种类会稍微比较少一点 不过衣服的版型通常都大同小异 所以其实购买一下上面卖的一些基本版型下来做修改 像是改变不同的布料材质模拟 例如说用比较硬的帆布和比较软的丝绸下去运算同一件衣服 那它整体看起来就会很不一样 或是更改版型的比例 像是袖子长度和领口宽度的修改 或是加一些图案上去 那都会让衣服和原本购买下来的基本版型有更多的变化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软体这边的操作 首先我们要先汇入从Dust Studio转出来的DAE档 那到左上这边file 然后input一个 openclada 这个档名 然后选择存好的DAE档汇入 那scale就是大小比例 这边我们都使用autoscale就好 然后点ok 他就会汇入角色在连格时候的T pose 那这时候就可以把衣服穿上了 一样到左上file这边 然后按add 选择garment 这边我们先用一个基本的帽T来做示范 那汇进衣服之后会发现他手部分 没有贴起角色的位置 这边的话就可以在右边的2D平面图 这边选取手臂部分的这个袖子 然后左键点选布料 然后来切换他的旋转轴心点 把他调到一个大概的位置就好 像这种有部分露出来的都先没关系 他等等运算的时候会自动贴合 那另外一边的手臂也是把他旋转 然后 一样跟左边一样对好 然后在剩下的这些布料我们也是稍微把他拉出身体一点 那等等比较不会卡在那个身体里面 那全部大致上对好之后呢就可以准备开始先运算T-Pose这边的布料了 那我目前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Marvelous Designer 9 那这个版本一个最重要的更动就是他新增了GPU的加速模拟 这个对运算布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如果我们直接点选 左上角这个箭头的话 那是用预设的CPU运算 按下去之后 给他跑一下 那他就会 自动把衣服 贴合到人体上面 那也可以看到整体的运算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直接拉动布料的话也是感觉一格一格的在跑 就很卡 那如果我们在 左上一样左上这边箭头按久一点 他就会跳出其他的选项 那第1个 选项就是GPU运算 那他就会用显示卡下去 做加速 那换成GPU运算之后 点下去前面会需要稍微等一下 然后后面就会 就会直接变快了 那我们这时候再来拉动他身上的衣服 整体就会顺畅非常多 那这样在调整的时候就几乎可以及时的看到调整的效果 就不用一格一格在他在那边等他跑 那再来如果像 一开始讲的要修改衣服的版型或是 长度的话 到中间上面这边来 有一些选取的工具 第1个是选取整块布料然后在 右边2D平面图这边做移动 那不过这边移动并不会影响 左边的布料 就单纯只是在移动平面图这边的位置而已 比如说我 等等要来加长他的衣裳 那下面这两块口袋的地方就位置有点挤 我先把它移下去一点 接下来就是第2个选点的选取工具 用框选的方式选取布料上的点 然后再进行拖拉移动 这样就会增长这块布料的衣裳了 那后面这块也是 那记得在拖拉的时候按住shift可以 确保垂直或是水平的位置他不会便宜 那拖拉完可以看到左边这边现在看起来会稍微有点混乱 那不过没关系我们再等一下运算就可以了 他自动会把它拉开来 那重新运算 有些部分可能还是会做在一起 那没关系就直接 滑鼠在上面拖椅 手动拉一拉就好 接下来第3个和第4个是调整线条的弧度 随便抓住一个线段拖拉就可以做出衣服缝线处的弧度 或是可以选取点 然后来拖拉蓝色的肘 来做弧度的调整 那可以针对角色体型和身材的曲线去做更合身的修改 再来第5个就是可以在线段上新增点 然后再用第1个选点的工具去做移动 然后或是调整曲线等等 那把这些基本的布料形状设定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运算有 设好POSE的部分了 我们到右上角 Simulation 这边点一下箭头 然后选择第2个Animation 那它就会切换到运算动态的部分 那我们左上这边一样先直接选择GPU运算 接下来按左下这个摄影机 就会开始动态的运算 那前面也是稍微给它等一下 然后接下来它就会开始算 整个动态 好了之后衣服就会随着动态位移 到摆完之式的样子 那这边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 选回Simulation 然后再按一次 左上的箭头让它开始 运算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 稍微调整一下 它可能没有穿好的地方 或是 把衣服拉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上面 那另外一个刚碰这个软体 可能会比较常遇到的问题是 最后转出来的档案 会觉得 布料的面数不够多 就是整体会很不细致的感觉 那可能是因为 对布料设定的 Particle Distance 这个数值开得太高了 我们可以先从左上这边有些选项 那第四个就是布料显示 这边先点开 然后 选择Mesh 那我们可以看到 布料上面的Poligong 那这个设定方法 我们就先 框选你 要更动面数的部分 然后 看到右边 这里有个 Particle Distance 也就是每个 点与点 之间的距离 数字越小的话就表示 每个点越靠近 那面数自然就会 变多 然后 布料算起来就会比较细致一点 一般在里面直接拉一块布的 预设数值是20 所以布料就会一种 低面数的感觉 那我之前都是先开 差不多 10到12 左右 先加速它运算 等到像现在姿势已经处理好 那布料不太需要 再做太多更动的时候 那我们再把数值调到 5或6 然后再把它算稀一点 不过现在有了 GPU加速之后 其实开 5或6 直接下去运算 其实速度也不会慢很多 那我自己是觉得跟 开10到12 是没有什么 太明显的差异 那大致上 算好了之后 就可以准备导出了 我们可以直接先把 左上这个运算先再点一下 它就会关掉 这样就能确保 布料不会再变形 或是说选取 所有的布料 然后在 左边这个是从这边点 右键 右键 记得在布料上面点右键 然后就会有一个 freeze的选项 那点下去之后 布料会变蓝色的 那这时候即使 再按到运算 它也会保持不动 那如果要解除的话 就是 一样再点一下右键 然后 选取unfreeze 然后会出部分的话 如果你只是想要转出 衣服而已的话 那你就先 匡选所有的布料 然后到 file 然后 export 这边 选取第2个 obj selected 这个 这样它就只会 转出布料 那如果要连 人这个角色一起转出的话 就直接按第1个obj 这个就好了 那这集就差不多先讲到这边 如果需要更多这个软体的详细教学 可以到他们官方网站上 那他们有录了很多非常详细的教学可以学习 感谢观看